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年1月至11月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8% 2023年1至11月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4% 市场萎缩 预期转差 越来越多的人想低价让利 抛售房子 可越是这样 潜在客群就越持观望态度 买涨不买跌的普遍心态让买卖双方都陷入了僵局 90后夫妻小李和大华在山西某县城生活 在2020年准备结婚起 看房 筹划买房 变成了两个人日常生活中占比几重的一部分 三年过去了 夫妻俩看遍了县城里的大小楼盘 手机里房产销售的微信换了一波又一波 无论是新房 二手房 还是法拍房都曾在两人的考虑范畴内 甚至几次三番处在签约边缘 但至今仍是无房一组 小李感叹这几年的买房之路像一场漫长的苦修 考验的是人的心态和耐力 见证了房地产市场的起落衰容后 他们对房子的态度也在悄然改变 以下是小李的讲述 计划又落空 明天上午十点别忘了看啊 2023年10月 老公大华从月子中心里开始叮嘱我 别忘了蹲我们单元17楼的法拍 我和大华结婚两年 在这座山西小县城一直靠租房生活 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我下楼时看到邻居们围在单元门前拍照 才知道和我们同单元同户型的 1702被法院强制执行了 公告显示房主与人发生借款合同纠纷 在指定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因此法院强制执行拍卖器房产 有益者下个月28号就可以登陆淘宝拍卖网竞拍 落款是本地中级人民法院 1702就比我家高四层 现实生活中第一次遇到老赖 我觉得新奇也加入拍照大军 给大华发过去当新闻看 他看完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对我说在哪买不是买 要是价格低 法拍房也可以考虑 怀着既想捡便宜又想看热闹的心态 大华蹲完了第一场拍卖 起拍价79万把我们吓了一跳 这价格比其他楼盘的新房还高 哪能卖得出去啊 果然没有一个报名的 围观人数倒是有十来个 估计都是看热闹的邻居 我和大华也八卦心作祟 专门乘电梯上了17楼侦查 被执行的1702大门紧闭 从猫眼看进去屋内装饰老旧 都是十几年前的样式 看样子也确实难出手 首次留拍后没多久 我因为怀孕即将分娩 几乎快忘了这件事 坐月子期间 有一天大华一时兴起 打开拍卖网页 竟然看到1702那套房降价了 而且一口气就降了15万 差不多接近县城的真实成交价 等到我们快要离开月子中心时 1702再度流拍 大华跃跃欲试 双眼放光 说按照这个进度 房子怕要是再降十几万 下回要是降到50万 它就四处举债 凑够保证金 我们算过了 加上过户费 弃税 收拾腾挪等七七八八的费用 60万以内能拿下这套房 这可比我们两年前看的 同户型房子低了整整30万 真是赶得早 不如赶得巧 我们满怀期待 等本县法院的下一次公告 不承想等来的缺失拍卖结束 进入资产变卖环节 一个多月后 银行以60万的价格 处理了这笔不良资产 至于谁接手了 不在公告范围内 筹谋了多时的买房大业再度落空 我和大华倒是很平静 毕竟这两年经历过太多次 早就伤麻了 一刷抖音 发现附近的别墅 也跌了一百多万 我和大华商议 有了孩子 花销也大 不如做好长租的打算 等到县礼房价跌到地板上 我们再来捡 艰难的购房之路 这几年 买房一直是萦绕在 我和大华心头的一件大事 2020年 我从深圳回到山西老家 准备和交往多年的男友大华结婚 按家乡的传统观念 婚事的前提是得有房子 我们所处的近东南地区 由于有煤矿 钢材产业做强支撑 房价也较为坚挺 均价七八千 值比省会太远 本地人常常吐槽 工资两三千 房价顶上天 话虽这么说 但咬咬牙把房子买下来的人 却也不少 风头最盛的20162017年 全国楼市暴涨 我们这儿的楼价 也随着棚改浪潮 以及消费者追涨杀低的心态 创下一个又一个新高 市里推了重建 单平米过万的房地产项目 不在少数 恰逢全国大房企 奋力开拓三四线城市 碧桂园 富丽 恒大等知名房企 也相继落地 把小城的档次都拉高了不少 还记得那时 我去找大华玩 调侃他们家是十八线小城 他一本正经地纠正我 现在我们这是新四线 回到新四线大城市后 我们准备置业 看了几个本地开发商 但和富丽恒大等开发商一对比 户型 装修 物业 园林设计 甚至营销中心等各方面 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就连寿楼小姐的水平 都有天壤之别 一个穿着连身制服 打扮得像空姐 一个说着本地方言 问我房票是啥意思 高下立盘 至此我们笃定了 要买就买大开发商的念头 这也是当时县城里人们的 普遍心态 稍微有点家里的人家 都不会考虑小开发商了 由于恒大的楼盘 距离父母住的小区 紧隔一条街 成了我们的首选 当时公交车 抖音 广播 户外 大广场牌 铺天盖地 都是恒大的营销广场 拿下五正了 售楼处预开放了 售楼处正式开放了 样板间开放了 预开盘了 恒大的一举一动 时时播放 撩拨着小城老百姓的神经 恒大的营销中心 离我们的出租屋不远 每天吃完晚饭 我们就去恒大开放的 样板间和小区散步 北方优质地产项目稀缺 带喷泉园林景观的楼盘甚少 恒大的欧式小花园 晚上开着彩灯 放着音乐 简直像个公园 吸引了无数当地人前往 每天晚上人山人海 我们连样板间 都寄不进去 如今回想 其实那时候 网上就流传着 恒大债务余期 现金流吃紧 债权人追债的消息 可我们亲眼看到的恒大 又是那么繁华 销售胸仆拍得比山响 恒大全国第一 老板登上天安门观礼 怎么可能说到就到 我们犹豫着上了车 2021年春天 排队交付定金那一天 大华的爸爸替我们掏了钱 两万比五万 选好不能改 着急忙慌中 大华匆匆选了个楼号 等待正式开盘办手续 然而我们一等再等 从五一等到夏天 又从夏天等到中秋 微信里借掉的销售 回恒大太原分公司 留下的销售一问三不知 我们隔三差五过去看 收楼出的人越来越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只剩灯亮而没人 后来索性灯也灭了 只有路边写着 恒大绿洲的字样 在黑夜中反光 晚上不熟悉的人路过此地 停工的项目仿佛 助力着的巨大怪物 令人生畏 眼看着马上就要到订婚日期了 却传来了 恒大彻底爆雷的消息 为了让我娘家亲戚来看我 屎有脸面 大华说什么也得有套房了 他一边追定金 一边加快看房速度 上午上班 下午跑楼盘 手机里加满了销售微信 晚上回家还要做对比 可县城就那么大 楼盘就那么几个 要么品质太差 要么不能贷款 要么交房遥遥无期 有天我和同事吐槽 买房为啥这么难 他安慰我说 你已经够幸运了 至少那两万块钱 还能要回来 同事的姐姐贷款买房 遭遇延期交房 这两年工地开开停停 进度缓慢 到今天除了封顶 里边一片狼藉 目前要钱没钱 药房没房 姐夫还有糖尿病 常年得吃药 姐姐至今还不敢 和家里老人说 怕老人承受不住 我听到这里 也不由的后怕 索性把目光转移到二手房上 只求有个能看得见 摸得着 住得进去的房子 二手房业主反水 二手房比新房门道更多 中介嘴里没有行情 都是一房一家 房子的新旧程度 周围配套设施 物业水平都直接影响房价 大华想离父母近些 同小区最好 心理承受极限是90万 大华父母居住的小区 被靠大型国企 居民也多是下属职工 改善性用户居多 地库里成全的BBA 宝马 奔驰 奥迪就是正名 小区的房价不低 曾一度是周围的CEO盘 十年前开盘时就卖到一万多 大华家掏出一辈子的积蓄 才拿下这120多瓶的31厅 当年想着将来留给儿子做婚房用 可儿子结婚还不知几时 等了两年没动静 一家子便顺势搬了进去 十年后婚房成了二手房 我们想单独出去住 又只能挑个二手房做婚房 中介带我们看房时 我发现小区里竟然有不少隐形富豪 一穿上鞋套进去家门 家具崭新 装饰豪华 居然没有住人的痕迹 疑问就是人家在北京或太原发展了 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打算卖了 实际上我看有钱人都很有远见 早看清了十八件城市的房子 属于劣质资产 价值回归无望 想尽早对称真金白银 在人人都有房住的县城 能接盘的 只剩我们这样准备结婚 有刚需的小年轻 小年轻也挑 明明就能买新房 何苦折腾而守房 还得多交几万块钱交易税 所以那段时间 整个小区抱着必买心态的人 只有我和大华 一下班我们就跟着中介在小区转 有时中介不认路 还是我们带着去 看了七八处房子 有些户型太差 有些价格离谱 有些房主生怕我们占便宜 一开口就要将所有家具都带走 包括电视墙上的大历史版 当然大部分装修 也不是我心仪的风格 总之 看了一圈 能入眼的不多 唯一一套觉得不错的房子 房主是个麻利人 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 一进门就令人心情舒畅 房主大姐说 她家在别处还有一套 这套基本没怎么住过 他们两口子就一个独生女儿 在河北上大学 以后工作结婚也肯定不回县里了 她想慢慢把房子卖掉 以后孩子嫁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 言下之意自然也是不及卖 按说我们别讲价太离谱 我们已经看了不少房 心里大概有数 同户型的94亭大量居 在小区的价格是80到85万 大华性格值 张口就问大姐计划多少钱卖 大姐先是试探我们能接受多少 又扭捏着想 柜子都是索菲亚全屋定制的 沙发茶几全是红木的 最后奖定89万 带车喂包家具 我们俩互看一眼 觉得价格偏高 但胜在高层事业宽阔 对两个深度近视的睁眼下来说 属于眼前一亮 就说回去商量商量再定 其实还没走回我们的出租屋 大华就决定要买了 还和我畅想 他家那个大量台 一定要放张摇摇底看书 可惜大华情商低 我都来不及劝他 他就和中介放话要签合同 大华不躲买大宗商品 时价格上的你拉我扯 少了心理战环节 房东见我们答应得那么痛快 居然以为自己吃亏了 2021年年底 和中介约好签订合同那天 大华带着全副身家 和各类证件赴约 胸有成竹 只等拿下 可那边的房东夫妇 却姗姗来迟 表情复杂 不一会儿 大姐谎称 身份证忘带了 要回去取 就一去不复返了 没错 业主反水了 第二天中介地华 当时全屋装修至少30万 能不能就不包车位了 大华勉强同意 他知道交了物业费 门口空地也能停车 没过一个礼拜 中介又说 家具房东也要拿走 当年买的都是牌子货 大华无所谓 房证也要换 不成想一而再再而三 房东和我们提 能不能明年五月再交房 先给了钱过了户 等他们收拾好新家 我们再搬进来 我是着急结婚 才买房的大姐 好脾性的大华 忍无可忍 彻底放弃了 住进这套房的幻想 虽说在出租屋 结婚也不是不行 但在人情紧密的小地方 没逢结婚这件事 还是多少 给我们俩的关系 笼上了一层阴影 整个2022年 有时候吵架上头 我也会忍不住说一些 在深圳我就打工租房 怎么回老家了 还要打工租房 除了我们身边 谁没房子之类的气话 大华只能沉默不语 尽管我们都知道 这并不是他的问题 房价越低越不敢买 谁曾想改天换地 就在一夜之间 2023年春节还没有过完 我们竟然开始庆幸 自己没买房 大华跟我说 他的同事林哥 已处在断供边缘 2020年房价正高时 林哥在市区买了套 120平的大三居 那是他家的二套房 出了50%的首付 扛着6点几的利率 艰难还首付 还贷款 2021年 林哥媳妇所在的 三产单位 作为国企旁之部门 不单生产主力 效益低下 改发1800元最低工资 他们将还贷压力 吃紧了不少 疫情期间疯场 林哥主动提出 吃住睡在车间 就为了保住 劳模成好 年底能多几万块的分红 不至于断供 而之前和我们 不欢而散的房东大姐 似乎也再没等到 像我们一样 愿意痛快出嫁的购房者 和她缠斗 结束不到两个月 中介委婉地来试探 问我们房子还要不要 她能再和大姐说说 还悄悄给我们 透露个内幕 说大姐家 因为这套房 已经炒翻天了 自然是男的想卖 女的想涨价 王后大华每次打开 安居客 嘴角都不自觉往上咧 有时候晚上我正看书 她突然兴奋地 举着手机冲过来 你看 这套你有印象吗 家里有孩子 把墙上画满道道的那个 75万 又降了2万 有时候我在上班 她突然丢过来 一个链接 你看这个房 必须地也降了 当然 她也包袱性地 紧盯那户 耍了我们的大姐 房子只要还挂着 她就高兴 如果降价还没卖出去 她更开心了 如今一年半过去了 那套房子依旧带自归中 售价70万 包车位 还无人问津 大华2021年 在保利加上的销售小园 过了三个月 微信名字就从保利小园 改成了恒大小园 没多久又变成了 三件小园 愈发小园 两年多的时间 小园把本地新盘 轮了个遍 她在恒大时 曾信誓旦旦地承诺我们 房价绝不可能跌破七千 恒大被承包商接手后 她改了名字 没几天 朋友圈就发出 金爆价6500的推广 还仅限特殊户型 哥 今天月底冲刺 绝对不可能再低了 这是我们内部销售群截图 领导的意思 你看吧 重大好消息 开盘特惠价 每平6399 把大华和小园的聊天记录 从头往下翻 向一夜再满无奈的 县城房价失路 现如今 县城的房价 已经从均价七八千 跌到了五六千 不少地方松绑政策就是 连我们这儿也接连发布了 两成首付利率跳水 任房不任贷等等 重磅炸弹 一起见点水花 总之购房成本比之前 最少也能低十几万 房子是便宜了 但想买房的人 看见这态势 生怕买了 砸在自己手里 大华有个朋友 前年还嚷嚷着 自己老婆的公积金涨了 想再入手个学区房 去年也没动静了 想卖房的人 则更不甘心出手 大华的堂弟 一直在重庆读书 工作 大华的叔叔 前几年还动了心思 想卖掉早就准备好的婚房 给儿子在重庆买房添钱 这下看到房价跌得这么厉害 他叔叔愤愤表示 塌了也不卖 而我和大华 阴差阳错 稀里糊涂地租了三年房 如果现在下手买房 怎么也比前年便宜二十万 相当于什么都没干 就省了二十多万 思极此 我和大华感叹 果然把买房这个绊脚石 从人生长路上后置之后 整个人都能轻盈不少 我俩心态放平 把买房的钱 都用在了提升生活质量上 去年大华决定继续读书 这笔钱恰好也有了用处 不过房子终究承载了太多意义 或许随着孩子长大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我们还是不得不出手 购入学区房 在那之前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努力赚钱 充实内心 在等待入手的最佳时期 好的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儿 就结束了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